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好 刘医生 我们欢迎你今天第一次到我们节目来 我们了解你以前还做过外科 然后来美国开始做精神方面 情绪方面的医师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很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这个统医的律程 好吗 好 行 在中国以前做过外科 然后来发现自己觉得做外科不合适 好像比较对心理健康非常有兴趣 后来就来美国 在苏尼斯利伯克 就是在纽约州立大学的实习分校 读了五年的研究生 拿了是PhD 心理学的学位 心理学 那么从那开始就是很非常希望可以从事 精神心理领域方面的研究和临床的服务 所以后来就来Houston 做了这个住院医生的训练 做了以后呢 做完了就留在这儿 就开始为那个华人服务 也为别的一族的精神科的病人服务 是 是 是 在修顺这边我了解 专门做精神方面的医师不多嘛 是吧 了解是 人数 应该说 要是说是 别的一族的医生还是挺多的 讲英文的 讲西班牙语的 还是比较多 但是要完全讲中文 能够中文比较流利的医生 可能也不是太多 可能有几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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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在精神方面的情形 这疾病有时候还用英文讲还真的不容易讲清楚 所以华人方面 您是这方面的专家的话是太好了 我想今天跟我们来谈一下这方面的课题 据我的了解 在美国 光是美国来讲的话 就将近有两千万的人患有这个忧郁症 就Depression这方面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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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您这方面也带了一些统计的图表给我们 可不可以把这个数字和这些分类 我们借为一个环灯 好 请刘医生把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张环灯 是一个情绪疾病的流行病学 在这幻灯里面 我大概就是列了三个比较重要的情绪疾病 三组 第一个就叫做躁狂忧郁症 或者也可以叫做躁狂忧郁症 在美国的患病例大概是3% 3%的美国人口大概患有这个躁狂忧郁症 这个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什么叫做躁狂忧郁症 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是吗 这两个躁狂忧郁症是连在一起的一个综合的病症 有时候这个病人表现的是躁狂 是又躁又狂 另外一个时期呢 它表现的是忧郁 是疑郁或者忧郁 所以它可以这样子交替出现 下面我们会讲一个 是 是 是 这个好像是两极的一个情绪的变化 好的 那这是第一种 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忧郁症 忧郁症呢 它是一个单相型的 就是表现的光光是忧郁 它没有躁狂 它就是忧郁 这种忧郁症呢 通常女性的患病率会高于男性 是 是 女性我们觉得要多愁善感 是不是就容易这样 好的 但是第二种 这个非常有意思 对 是 是 那还有第三种 第三种是焦虑症 焦虑 焦虑症也是一种情绪疾病 它的患病率更高 大概18%的人 因为这个社会承受很大的压力 在美国生活社会压力非常的大 是 工作时间很长 然后呢 各方的压力都比较大 所以焦虑症患病率是最高的其实 是 是 是 但今天我们限于时间的关系 您跟我们来介绍两种是不是 就是关于躁狂症 躁狂症 躁狂忧郁症和忧郁症这两种是不是 对 我们就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好 那您还带来一个幻灯 就像说一个对于人的这个认知这方面 有三个层面给我们大家提一下 我们借着这个幻灯片看 好不好 好 好 我今天带来下面一张幻灯叫做认知三角 认知三角呢 是非常有意思的三个心理学方面的三个非常有明显的这么一个组合 是 那么我们今天讲的是情绪疾病 情绪疾病呢 主要是情感情绪方面的疾病 刚刚我们讲的是有躁狂 有忧郁 有焦虑 那么这个人表现的首先是情感情绪方面的异常 那么这个异常呢 它会影响这个人的思维 那么怎么影响思维呢 下面因为我们要讲躁狂忧郁症的时候和忧郁症的时候呢 我们会稍稍仔细地再解释一下 是 是 所以这三个方面 这个三角方面是互相影响的 是不是 对 对 对 思维 情感和行为 行为 这三个是交互的影响 这个都是 是 所以这里面的话 是对我们来讲也是也蛮悬的 不是说身体上哪里是胃痛啊 心脏 或血压高 好像很容易 但是说情绪这方面是蛮难去做一个准确的测定的 所以今天给我们来做一个介绍我觉得非常的好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领域方面有一些知识 那下面是不是您就可以我们介绍今天所要提到的这个 所谓的躁狂忧郁症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病症 不能说有趣的 就是这方面我觉得很重要 而且现在呢 这个发病也有很多在这方面 可以在这方面介绍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下一张幻灯 现在幻灯里面呢 是那个躁狂忧郁症 这个病症 所谓病症呢 就是这个疾病的过程 疾病的过程 它是怎么样一个形成就是说 是 那么这个病症呢 它主要是情感的不正常 因为它的躁狂忧郁嘛 它是一个情感的不正常开始的 它的情感的不正常可以造成行为和思维的不一样不正常 就是它的障碍 你所谓情感 可不可以给我们实力介绍 这个情感是 情感就是说这个人的感觉 情绪的感觉 情绪 情绪感觉比如说 它会特别的高张情绪 或者特别的低落 特别高张 它超过正常的高张了 因为它超过常人的正常的范围了 那我们就把它定义为是一种造狂 造狂 你可不可以说是哪种情绪呢 情绪除了喜怒哀乐 比如说那个有 一个例子 我们有正常的 比如说有生气 正常有生气 正常有不高兴 对不对 因为人也有七情六欲嘛 这是一个正常的 这个非常正常 但是这个生气到动怒 打人 骂人 要行凶 那这个就是不正常 就一些失控了 失控了 对 这个不正常 它会造成就是说 它的行为 比如说市场 然后它会造成家人关系之间的不和睦 或者破裂 那当然 那是一定会的 那它是不是因为 因为有的人就遇到一种极大的变故的时候会失控 那它是不是在小的事情就会大怒 是不是这个就有问题 因为假如有人说 比方说亲人过世 那它会很悲哀 或者是被人家这个车子撞了 但是当然会马上暴跳轮 对 但是这种可能还算是正常 对 没错 正常 但是这种不正常就是说 是不是走一些小事情 一些 它就会情绪 是这样的情形 就是它这个预值 生气发火这个预值呢 比较低 所谓预值就是说它这个sreshold sreshold 英文是叫threshold 预值 中文大陆把它翻成预值了就是 它这个threshold很低 它很容易激发这个愤怒 在常人看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但是呢 在他看来就是非常的了不得了 所以就轻易动怒 骂人打人 那么这个就里面有造在里面了 就是这个急造造狂 就是这么一个造狂的倾向在里面 是 是 是 所以这个分界点的话 但是实际怎么分界的话 我们想对我们一般人来讲是很难分 也就是这个人到底他的脾气急躁的程度是怎么样 你是不是觉得他 人家对他说一句话 他听不惯了 他就很生气 或者是这样的情形 那这个就是你说threshold 就是这个临界点它的界限在哪里 这个是就必须要由专家来诊断 通常需要有就是说医生的训练过了 那么有经验了 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可以 就是说通过这个面试就是说面谈以后呢 基本上可以下一个诊断 这个是正常范围还是一个超常范围 已经异常了就是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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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大概有一个了解了 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 还剩下大概一分多钟的时间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这种躁狂 忧郁症的这种两极化 是目前来讲 你刚刚提过好像也是蛮普遍的一种是 对 大概发病率大概是3% 人群的患病率 应该是患病率 患病率 这个概念跟发病率不一样 那患病率就是说 现在有3%的人口 在美国就有有诊断为这个疾病 这些人就需要比较长期的治疗 要长期的治疗了 是的 好的 我们在第一个阶段 介绍了一下 这个大致 关于这个情绪疾病的种类 和这个躁狂抑郁症 那我们在休息之后 马上回来 再给大家做其他方面的介绍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继续观赏光眼健康原地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刘晓清精神科医生 跟我们大家来谈一下情绪方面的疾病 刘医生 我们刚才已经大概谈过 我们大家分了几类 就是关于这方面 我们可是还是要来谈一下这个躁狂抑郁症 在这里面的话 您是不是给我们继续借着这个患灯品来讲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患灯 是躁狂抑郁症的病程的患灯 那躁狂抑郁症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情感情绪的不正常 因为它这种情绪病 然后它因为情绪不正常 就影响这个病人的行为和思维 所以它的行为和思维也是不正常 那么这种情感改变它有过度的情绪的高张 那这个我们把它称为是躁狂 或者过度的情绪的低落 我们称为的是一种忧郁 那么思维和行为也会相应的改变 因为它的情绪的改变 思维和行为也会相应改变 刚刚我们讲的这个认知三角 就是这个意思 那么在这类病 在病人在一生中里面 可以多次反复的发作 通常会发作 比如说一年里面 发作循环三到四次 那么循环 然后交替出现 那么这种病 发病期间有一个间隙期 间隙期这个病人可以完全正常 它可以完全正常 为什么这里我先 是不是我们大家 让我再也做一个了解 就是说 刚才我们特别有提到 这个躁狂这方面 情绪高张 那这个忧郁的话 就是情绪低落 对不对 所以低落这方面 我们刚才还没有特别谈到 刚才我们高张的话 会生气愤怒 那低落的时候它的表现 低落表现正好相反 比如说情绪低落的病人 他会什么也不想干了 精力都没有了 下面我们慢慢会讲到 他的症状 具体在讲 对人生 没有信心 所以这种倾向 将来会有自杀的倾向 对 他会有自杀想法 想法 有人会有自杀的行为 那么这种都可以出现 所以呢 像这类病的话 一定要带到医生面前来 好好的就是说 看过以后 诊治一下 看看这个病人 是不是有危险 那么这样的话呢 医生可以就是说 来帮助就是说 需要这个病人需要 什么样的帮助 比如说他需要入院治疗 这是一种治疗方法 很严重的 那么他可以参加那个小组治疗 但是另外一类治疗 或者他可以就是单独就是说 进行门诊治疗 门诊治疗 所以说他的医生看了以后 可以做决定 这样的病到这个程度了 应该怎么来治疗 是这个真的是一个 专业的领域了 所以在这方面人的话 就是说 他变得有双重性格 是不是意思 就是说他可以 在一段时间里面 兴趣情绪非常失控 很容易愤怒 很高张 但是呢 在另外一个时间 他表现就是说 情绪很低落 所以人生没有盼望 就很低落这样 所以您的意思说 患这种病人 他就有这种 两极化的一种情绪 表现在他的生活里面 对 这个交替的这个情形的话 您刚才也讲过 这个可能是说 两极的变化可以在 最短它可以在什么时间发生 最短的 比如说造狂症 它的诊断 基本上差不多是 就是至少持续 一个礼拜 就是造狂的症状 造狂 忧郁呢至少要两个礼拜 这样子 那么这样子交替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诊断 他有那个造狂忧郁症 是是是 这种 这种你说也有 大概在美国有百分之三的人 对 百分之三的人群 诊断会患有造狂忧郁症 那这样的话也算是六七百万人 也不少 哦这样就是说很很 这样真的是情绪 而且他的家人会 几百万人 几百万人 所以他的我想这个家人是很痛苦 要这样的话 所以也是特别需要一个治疗 所以这种 有的时候我们不了解 只是这个人脾气很坏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又很悲观 这样子 但事实上的话 到一定的程度的话 他是需要专业医生来帮忙治疗 至少可以诊断一下 至少可以诊断一下 这个人就是说需不需要治疗 是是 到什么阶段需要治疗 或什么样的治疗 这里面就是说有一些细节 有一些细节 需要专业人员来掌握 是是是 您还带了一张这个图 是不是这个 好像一个曲线图 这样上下震荡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slide 下面slide就是讲这个 躁狂忧郁症 它是双急的 刚刚你讲的是双急的 是 你看往下走了 这个就是一个忧郁 往上走的是躁狂 那么还有一型 它是混合的 混合就是在同一天里面 它可以躁狂忧郁 躁狂忧 不停地反复地发现 是是是 就是说 很辛苦 很辛苦 真的很辛苦 这个类型可以不一样 但是通常一个人 会比较稳定的一个类型 比如说这个人 他先有躁狂 后有忧郁 或者他躁狂忧 会交替的 这个人通常会 留在这么一个行里面 是 那还有一个人呢 是混合型的 他就是 留在这个混合型 他通常不会说 变来变去 就是造狂忧郁 我们叫做异性 我们叫做异性 后面我们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再来看一下 有异性 二性 下面一个 slide 是造狂忧郁症的异性 异性 异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就是说 是造狂跟忧郁交替 你看这个图 你看这个图你就看了 就是说他是 忧郁先来 你看忧郁一个很重的 severe depression 忧郁 然后呢 他一个很轻的一个忧郁 过以后呢 他造狂来了 造狂来了 就是非常强的一个造狂 后来他有一个忧郁又来了 所以他是基本上交替的 交替 这个交替呢 是我们把它診断为一型 一型 然后呢 下面一章呢 是一个二型 二型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一章 下面一章是二型 二型是什么呢 有些病人呢 他的病程出现呢 他只有重度的忧郁 但是没有重度的造狂 他有一个轻度造狂 那个轻度造狂呢 就是说 相对来讲 比重度造狂呢 要稍微轻一些 对 而且呢通常这个轻度造狂 感觉起来呢 就像一个正常的差不多 所以像这一型病人呢 通常不来看 他因为觉得好像 我没有造狂 我就是只有忧郁 而且呢 治疗呢是用 治疗忧郁的药 然后后来呢 结果呢 把这个病人 变成了一个重度的造狂 要是光用这个抗忧郁药的话 就有这么一个危险性 所以呢 这个正确诊断呢 这个里面非常重要 你要诊断出来 这个是一型还是二型 它到底 还是就是一个单纯的忧郁症 这里面就是说要 很仔细的就是说 鉴别诊断 鉴别诊断以后呢 你才能仔细的下药 这个样子 是啊 所以说这真的是在 你们专业的人是见的很多 因为在我们记忆里面好像 不太容易看到 我自己来也不太容易看到 这种两极的 要不然就是脾气暴躁 这个暴躁的人 要不然就是说 他是一个多戳战 是一个忧郁的人 那没有说这几天他这个 很忧郁 过来他又很造狂 这种人我们自己来讲 还是见到比较少 还是我们没有特别去注意这观察 但是您的领域里面 这一种病症的话 病人还不少 你说五六百人 真的还不少 是是是 真的病人来看 病人还真的不少 下面还有一张幻灯 就是他是那个 躁狂忧郁的清醒 清醒 你看他没有重度的躁狂 也没有重度的忧郁 对 他有一点 稍微高一点 稍微低一点 这些病人通常呢 他工作呀 学习呀 家庭关系呢 也不是特别的不好 也还行 但是呢 他就有自己感觉不好 就是说 他自己感觉 就是情绪不稳定 一下无缘无故的就是高兴 无缘无故的就是 不高兴 或者是忧郁 所以这类呢 就看了 有些病人 他能够自己 能够处理的 或者是 能够管理这些症状的 或者他呢 就得到一些心理咨询 或者是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那他可能就 就可以走出来 不到你这来就在服药啊 这些 就是有一个清醒的也有 那么清醒的话呢 就不一定要服药治疗 也许呢 就是说你通过心理辅导的话呢 也是就是说可以得到很好的帮助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在这里想 就是说 到底这种情形是 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就是情绪突然他觉得说 情绪就觉得低潮了 突然感到 这个不是说我们身体说被细菌感染啦 或者摔了一跤啦 或等等 那这种的话 基本很浅显地跟我们讲一下 这种是怎么样发生的这样的情形 你这个问题非常非常好 因为你在想这个肌理的问题呢 就是说 这个病怎么引起来了 就是说 发病是怎么原因怎么发的 那么 我来具体讲一讲 通常我在临床看病的时候 通常比如说 躁狂忧郁症 我们把躁狂写在前面 好像看起来这个躁狂是先出现的 是 通常是忧郁先出现 忧郁先出现 忧郁先出现 所以这个时候呢 通常呢 要是说去看家庭医生 通常会觉得 这个忧郁症 那就给他抗忧郁药就可以了 但是后来慢慢慢慢以后呢 他躁狂症出现了 所以呢 就是说是什么原因引起呢 通常会有家庭事件的发生 比如说 家里离婚了 这可能是一个原因 或者呢 家里失去那个亲人了 这可能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重大的家庭的一些变故 会产生这样的躁狱症 对 好的 我们因为等一下一个休息的时间 必须要进来 所以呢 我们现在大概了解了这个情形 等一会儿我们可以再做一些补充 好不好 好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我们休息之后 马上回来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继续观赏光颜健康原地 今天我们是来谈情绪方面的疾病 造育症 忧郁症 忧郁症 加在一起来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是蛮新的 我们今天很高兴的请到的刘晓晴医师 给我们来做这一方面的介绍 刘医生啊 我们刚才已经谈了一些了 这个谈了一些 所以对这个我们大概有些了解了 因为以前真的是不了解 看到人的情绪啊 总以为就是说 这个人脾气不好 或者这个人的这个 这个太不积极很消极 但是我们知道到一定的程度以后的话 是必须要由专业 医生人员来处理 他可能真的是一种疾病 这样了解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方面的症状 好不好 您带来一张能品 给我们来从这方面介绍一下 下面介绍一下这个 这个造狂忧郁症的那个症状 里面来讲到造狂期的症状 好的 造狂忧郁症是两级 那么我们先讲这个 高张的那一级 叫做造狂期症状 造狂期症状呢 首先是情绪快乐 很高张 兴奋 或者是容易动怒 激热 发火 就是高张 就是高张 高了可以是很高兴 开心的那种 也可以是不高兴的那种 就是动怒激热 容易发火 冲动 那么 通常会有 自夸 自催 然后觉得自我形象 非常的高 或者呢 过度的自信 和乐观 过度自信 这个情绪高张的话 刚刚我们提到你说 可能会是说 他很容易动怒 或者自我形象很高张 或者是自己很特别很高兴 这个好像还好 但是说 会动怒 会不会有侵犯人的行为 出现 有 就是因为有侵犯人的行为 就是叫做 Aggression 侵犯人的行为 还有呢 有那个 Violence 就是说 侵犯别人了 或者是 动怒啊 打人啊 骂人啊 或者这些 那就很造成一个公共危险了 没错 就是因为造成公共危险了 比如说在家里 也许是可能在家里 也许是可能在工作公司里面 所以呢 这样会影响 就是说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影响了工作的效率 所以这些呢 就需要治疗 因为我们有时候看见 在电视上 一些报道 新闻的报道 就是像有的这些学生 或者是被解雇的员工啊等等 就拿枪回去 射杀他的老板员工啊等等 其实在美国因为他可以用枪 是是是 所以这种情 是不是这些人里面 其实有一些都是 其实是病 很有可能 很有可能 就是说这些人 他会有一些 就是说没有被诊断的 造成忧郁症 是是 还有的有可能 还是有精神分裂症也有可能 哦 因为他有偏执 所以这个情况有可能出现 是 所以这些人呢 非常需要早期的就是说 诊断和治疗 对因为有的时候 假如自己自夸啊 或者自己特别的高兴啊 或者是说情绪低落啊这样子的话 或者甚至忧郁症 他自杀的话 那所影响的只是他个人而已 对不对 当然家人会受影响 可是他有这种情绪高张 会愤怒 会有侵略性的话 造成一个公共危险 那这个就是真的是 对 社会问题 社会问题 是是是是 那请您继续介绍 好 那么下面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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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上面写的 思维过快 话多 语速过快 这个想法很多很多 多了就是说 来不及 处理了 自己都来不及处理了 那么 project 就是说自己做的那个 项目脑子里计划 一个一个不停的出来 哦 是 那么这个就是他的行为 你能观察出来 他的思维行为就不一样 还有一个行为 我特别要讲 就叫冲动行为 impulsive behavior 冲动行为就是说冒险活动 冒险 还有比如说赌博 开车超速 哦 性行为增加 花钱过多 嗯 所以这些呢都会影响到 他的家人的关系啊 他的经济的稳定啊 这些都会影响 影响社会的治安 比如说酗酒了以后开车 对对 哦 这个真的是 这个影响社会的 所以说这个造狂期啊 会有这么一些症状 情绪影响他的行为 影响他的思维 是 这个公共危险 我听起来是真的 也觉得很担心 但是这些方面 假如是说 我们家人注意的话 事实上 经过医生疾难 有一些意外的事情 是可以避免的 是是是 可以早期治疗 早期治疗 找些房子 就是说这样的话呢 对家人 对社会稳定呢 都是有很大的作用 哦 所以今天我们上这一课 真的非常的重要 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人 情绪不稳定的呢 我们也许就是说 这情绪问题啊 发泄一下就好了 但事实上这很可能是一个 潜在的 一个危险 对整个不是家人 甚至对社会都有影响 所以我们真是要 呼吁观众朋友 特别的注意 当然有情绪上面 这些失控的话 最好还是要 要请医生来诊断一下 特别知道他是这个 这个灵界点在哪里 是不是有特别的危险 好 那我们在 好像你还有一个什么 自我形象过高的 这个 下面有一张slide 就是说 自我形象过高 就是说 他把自己的形象呢 看得过高 比如说 呃 女的 女性的那个病人呢 他会觉得就是说 自己特别的美貌 特别的漂亮 是 所以呢 他做一些事呢 就跟他自己的 就是说 形象不符合 那么 有男性呢 可能会觉得自己 特别有钱 所以呢 他觉得自己特别有钱 他觉得自己特别有钱 那么 他就花很多钱 快点看 没有钱也花 把卡都刷爆了 是 是 还有呢 就是说 他觉得自己能力特别强 能力很强 所以呢 他呢 在外面就是说 吹嘘啊 跟别人说 他有多少多少能力啊 有多少多少钱啊 就是说 其实呢 这些呢 都是 不是真正的拥有的 所以 这种呢 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说 自我形象过高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也要注意到 有的人就是 不只是他是 说这个人很喜欢说大话 很高调这样子 有的时候 是也许他的性格 但是到一定程度以后 也需要真的是 这个专家来诊断 以免 他可能是一种病 这样来讲 这样我们就了解了 所以不是说 只是去讨厌这个人 可能这个人 他真的是在这个 这个心理在上面 是有这个疾病 可以经过治疗 而改正的 尤其是他来一个 就是说 波浪型的变化 他有时候就是说 自我形象特别高 但有时候呢 自我形象又特别的低 这个就要特别的警觉 他要是一贯性的 自我形象很高 那他的性格里面的一部分 他是一个比较常识的 持续的稳定的 这么一个性格特点 但是他要是 经过这么动荡的 上啊下啊 上啊下啊 这样子再跳了 自我形象 那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就要特别注意 对对对 他有 就是有变幻的 变幻了就要特别注意 这个就是真的是 可能是一个 真的谢谢你这样提醒我们 我们能够知道啊 我们也许 省察自己一下 或者看看四周的朋友们 有没有这种 这种所谓的两极化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其实其实我讲的 就这种情形 假如真的是一种 你讲是一种病症的话 那我们真的是说 要去看医生 而不是说 单纯的就是说 讨厌这个人 或者怎么样 他就像说我们假如是 脚 脚不好的 膝盖不好的 我们走路就走不快嘛 对不对 所以不是说走不快 这是一个病 要去看医生 那情绪上也是这样 怡心也一样 这个情绪疾病 也是一个疾病 是是是 那现在是不是 请你跟我们来谈一下 关于忧郁症这一方面 我们谈了高僧这个忧郁方面 那这就是说 单纯的一种忧郁 是不是 对对对 下面我要讨论的就是说 这个忧郁症呢 我们有时候也把 叫成乙郁症 忧郁症乙郁症 这两个词 差不多可以共用 忧郁症呢就是一种 忧郁心颈 为主要那个症状的这么一种 情感的疾病 也是个情感疾病 是 忧郁症里面 我们可能分成很多 就是说 类型 忧郁症很多类型 对 下面有一个 下面有一张slide 叫忧郁症的这个病程 我们可以放一下 那么这个忧郁症里面 可以包括 比如重型忧郁症 有那个季节性的忧郁症 有一个就是心颈 比较低调的忧郁症 那英文里面 他翻译都不一样 那这些病症呢 要看情况 就是说医生可以诊断 这个病型 需要治疗 不需要治疗 因为根据他的那个 病的那个程度不一样 可以就是说来判断 就是需要治疗 还是不需要治疗 或者是需要 什么样的治疗 是是是 您听到忧郁症的话 忧郁症的话 对我来讲 就比较熟悉一点 因为刚才这个忧郁 再合在一起 就显得蛮复杂的 对对对对 忧郁症呢 就常常听到有人说 其实我们听到有 有听到一些朋友啊 或者男性啊 是中年危机 到时候 事业到一定程度了 瓶颈啊 空潮期的话 就会变得忧郁了 或者是女性啊 到了一定年龄以后 他也就是说 空潮也会这种 这种忧郁 我们看好像 这自然人生的 这个成长的 一个必经的过程 对 但是 听您刚才所讲的 就是在程度上的不同的话 是 也变成是一种 情绪上的疾病 对对 所以这个临界点 真的是说 怎么去划分呢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 做这样 但是您的就是说 大概的临界点 怎么样算是说 这个需要看医生的 通常主要的临界点 是什么呢 就是说 他忧郁的症 是不是影响他的工作 影响他的学习了 影响家人关系了 那要是影响了 这三点了 那大概需要治疗 不不 这大会会员一样 我们当然 第一个我们不希望这个人 他只是有一点点忧郁这样的话 我们就把他抓去看医生 他把他骂一顿 对不对 但是他事实上 是需要看医生了 对不对 但是因为这个 就是看心理医生 很多人是不愿意去的 我知道 对 所以这个我不知道 我知道 等一下我要谈治疗 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 但是怎么样 你刚刚提到三方面 对家庭来工作 这方面产生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的话 不确定的话 可能还是 当然还是 这个 请他去看看医生 比较好 虽然可能会被他骂 这样子 也是一个很必要 宁可就是说看看医生诊断以后 确定一下 免得会越来越严重 对 有时候就是说 不愿意看医生 看精神科医生 这个心理压力会比较大 那这个情况的话 可以去一下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就是做那个 心理治疗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心理辅导 对啊 但是心理辅导 有人也就是说 我不要辅导 我很好 所以这方面真的是说 怎么样去看医生 我觉得也是一个学问 我希望我们有机会 也许再谈一点这方面 那我们现在呢 在这个阶段 还剩下大概一分钟钟的时间 可以再很快的补充一下 这个忧郁症 然后我们在底下 还可以再谈一下 情绪方面的治疗 好吗 好 很简单的 就要谈一下忧郁症 下面有一张slide 就是讲 忧郁症和躁狂忧郁症的症状 这张的话呢 主要是讲 忧郁症呢 跟躁狂忧郁症的时期 症状是一样的 情绪低落 影响他的行为 影响他的认知就是思维 是 所以说呢 也是从这个认知三角去看 认知三角出来 那么这张slide里面 你看就是每天 每天心情忧郁啊 注意力下降 他的行为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他失眠 行为也不一样 对不对 他思维呢很慢 那这个就是 忧郁影响了他的思维和行为 是的 好的 我们等一会儿回来 可以再看一下继续补充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进行我们最后一阶段的讲解 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谢谢您继续观赏光颜健康原地 我们今天跟大家所谈的课题是情绪方面的疾病 我们谈到躁郁症 躁郁症 忧郁症 加在一起 然后我们也特别谈谈 忧郁症的这些状况 怎么样去分界他 怎么样去找专业的医生 那现在我们的最后一个阶段呢 我们大家来谈一下 这个治疗跟诊断这一方面 我们请到的是刘晓成专科医师 刘晓成专科医师 我们再谈一下 我想我们再进行谈的时候 您诊断方面可不可以我们提一下 诊断和治疗是这个阶段 诊断其实它有一些 美国有一些规定 比如说诊断的话 比如说他造狂要符合几条标准 那么这样可以诊断是造狂的 然后忧郁呢 比如说要几条标准 前面我们的slide讲了 比如说要五个条件 比如说任何症状 五个条件就可以符合这个忧郁症的诊断 五个症状里面的任何一个 它有了就还是五个都要符合 不是 比如说你看 这张slide很好 忧郁症和造狂忧郁症的症状 你看下面有下面五个症状 那可以诊断为就是说忧郁症 或者是忧郁期 所以说他诊断有一个标准的 那么这个是专业人员 比如说是做心理咨询的 或者是做心理辅导的 还有精神科医医生 都受过这样的训练 大概基本上可以就是说知道 像这个病人 他的那个症状的组合 是不是可以诊断为就是说忧郁症 或者是造狂忧郁期的症状 所以他有一些标准就是 是 普通我只是想到你们的诊查的时候是借用仪器 是造脑波这些来做 还是说用什么样其他方式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个问题很好就是说我们精神科 暂时还没有用脑波 用那个什么MRI 或者是用一些比较先进的仪器 来做这样的诊断 但是这不是说今后不可能有这样的诊断 但是目前为止呢还是主要是凭这个医生的这个 就是说对病人的这个了解 病时的了解 病程的这个历史的了解 这个病程历史了解呢 其实是诊断的主要的这个数据 主要的那个治疗 那这个治疗方面我就想到了 因为病人去跟病人谈的话 他可能胡言乱语一下高下来 是不是这个他诊断的同时 要跟他的家人一起 或者朋友配合来了解他的病史 或者他的状况 这个问题你问的太好了 因为这个问题的确作为医生 就作为专业人员 很需要就是家人朋友 就是带进来的这些信息 因为通常病人自己有病 有时候我们叫他会失去一些自知能力 是 自知能力就是我们英文讲的insight 那么失去这个自知能力的时候 或者这个人在造狂期的时候 通常他不认为自己有病 对 那么这个情况就需要 就是说家人朋友提供一些信息资料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这个专业人员 可以下这个诊断 对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是因为我了解很多人就是说 也许有造狂症 他绝对自己 几乎大部分他都不承认有这个方面的 是这样 所以非常难 家人有时候费尽了苦心 对 去甚至要一些强迫 或者怎么样 才能够使他去看医生 或者吃药 有时候吃药也是一个大问题 那就是您停一下 从治疗方面再给我们提一下 下面我们来讲一讲 就是情绪治疗的那个方法 情绪疾病怎么治疗 那么这个治疗呢 其实呢 从我们这个心理学跟精神科角度来看的话 主要是分成两大治疗 一个叫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呢 是现代科学里面用的最多的 就是这个人忧郁了 造狂了 或者是有别的病 我们就用药物治疗 有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呢 这个药物非常的多 可以选择的药非常多 比如说药物治疗呢 有情绪稳定剂啊 有抗忧郁药啊 有抗焦虑药啊 还有抗精神病药 是是是 它可以分成基本上是四大类药 那么下面除了药物治疗以外呢 通常情绪疾病呢 需要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的话呢 就是我们现在经常用的 叫做认知行为疗法 那么这个疗法的话呢 通常我们现在做 心理治疗的专业辅导员呢 他们都非常的精通 非常的熟悉 所以基本上 你们医生可能不做的方面 是由治疗师去咨询师来 做这个方面来做 就是谈 把它心里面在这些 纠结谈出来 这个也真的是很有学问啊 所以基本上两种方式 因为就是吃药 但吃药就算是化学 化学治疗 那这个心理治疗有点就是物理方面 或者是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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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基本上这两种 会是 也许用一种 也许是会两种 病用 对 有时候很轻的用一种 有时候重了用两种 那刚刚你讲的就是说 为什么引起忧郁啊 这种可能就是说 家里人有过世啦 或者是 纠掉那个工作啦 是 那这个你就需要 认知行为疗法 来帮助他了解这个事情 是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 他这个 治疗的配合会比较好 光用药有时候呢 效果不是特别好 所以需要认知行为 这种药是不是有副作用 因为我也听你们说 吃这个药以后它会 会增加体重 或者是说 身体 或者是常常想睡等等 那这方面 你有什么看法 好 那个每个药都有副作用 是 是 你去看那个 Farmaceutical insert 或者是你看了以后呢 每个药一大串副作用 而且几十个 一百个可能都有 哦 这样子 但是呢 这么多副作用呢 在这个病人身上 可能会不出现 哦 这还因人而异 因人而异 所以说呢 这个医生呢 叫筛选药物 是 根据病人的病情 他的身体的状况 健康的状况 他的性格特点 等等呢 综合就是说 他是否会配合治疗 这些因素都得考虑进去 对考虑进去 然后筛选 哪个药对这个病人最合适 嗯 这就是好像有一点 艺术性的工作了就是 是是是是 可能还也许在 有的时候 先试这个药 结果有副作用太大了 就是换药 再换药 再换药 对对对对 所以这里面也真的是 对 要换药有可能 还有呢 剂量又多大 这里面也有学问 那个剂量 对这个病人 当然是是是 可能很小剂量就够了 对另外一个病人呢 也许剂量要少少大一点 所以我们每个人 对药物的代谢不一样 所以呢 我们用药呢 一定要就是说 对没错 我的原则就是说 能不用就不用 比如有些轻型焦虑症 轻型的忧郁 那你要是说 这个病人 比较能交谈的 或者他比较就是说 可以用认知疗法 可以治疗比较成功的 那我就把它推荐给 就是做心理辅导 那么这样的话 就不需要药物 就对对 因为就减少这种 副作用的产生了 对对对对 那有些病很重了 那你要双管齐下了 就是两个都得进行 就是说 药物治疗和认知行为疗法 这两种都得一起来 那现在 因为我知道有些朋友 后来接受治疗以后 诶 吃药以后 他情形很好 郭立正他说好了 他就又不吃药了 后来又情形又变得更坏了 或者怎么样情形 有时候很遗憾 有时候人 他最后就没办法控制 因为药 吃不吃在他 在他嘛 他不吃 有时候你实在一点办法也没有 那这种情形 您的建议怎么样 是不是要再加强心理辅导 还是要怎么样 这个问题非常好 就是一个 是否配合治疗的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说 治疗是不是短期治疗 还是长期治疗 这里面也有讲究了 一般来讲 这个药服了以后 通常一定要 就是说坚持心理治疗 心理治疗以后 他的认知行为都发生改变了 你我刚刚我讲的认知三角 认知三角就是说 我们这个情绪病 情绪开始 影响了认知 影响了行为跟思维 那现在呢 你要是改变思维跟行为 它可以影响情绪 那认知疗法的这个 就是他的那个基础呢 就在这里 比如说 他看一个做心理辅导的 看心理辅导的那个咨询员 对不对 那他就会帮助他病人 从那个认知 sorry 从那个思维跟行为着手 怎么去调整他的思维 比如说 这个人忧郁了 他肯定会有一种 比较负面的想法 他的思维是很负面的 那么负面的想法呢 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来更正 更正了以后呢 他的行为就 比较正常 比较好 那么通过这个思维的改变 行为的改变呢 最后可以影响这个情感 负面的情绪 那这个行为认知疗法 这个改变呢 对这个人来讲呢 是一个很大的成长的一步 那这样太好了 假设这方面的话 那就是说基本上 假设这方面能够做得成功 就不需要用药 对 所以我一般来讲 推荐病人就是说 你服了药以后呢 你还没有完成你的这个治疗 你还需要做一些心理治疗 做认知行为疗法 做了以后呢 你再回过头来 你把药撤了 那就会就是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后 比较好的结果 所以还是一方面三方面的配合 要配合 这两方面就是说基本上要配合 那在这方面 我想我们现在也剩下最后一段的时间 好 您觉得就是说 在日常生活里面 我们在饮食或运动方面 一个均衡 是不是对这方面有所帮助 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下 非常好 好 它的那个不注意运动 这些 是 会带来这个忧郁交流 好 那这个情况还是挺多的 是 所以呢 就是说 嗯 我们 在生活里面是不是保持一个平衡 就是说 鼓励能够多多追运动啊 多多交一些朋友 对 没错 这个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社交生活 是 这方面是不是就 比较能够减少或者是 这个 忧郁的机会 对 对 对 没错 讲得太多 真的 好的 我们现在还剩下大概 一分钟的时间了 最后 可不可以给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结论 今天我们提到这个 跟我们观众们做一个简单的结论 好 我呢 从这个结论来讲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结论 说实在的 我就说 希望大家就是说 对这个 心理啊 这个情绪健康呢 要 就是说 有一定的注意力 就是说 要 pay attention 是 那么家人啊 或者都要互相配合帮助 那么 这样的话呢 配合治疗 那么也配合做行为认治疗法 那么 这样的话呢 这个 这样的效果可能会 就会比较好 会比较好 是是是 非常谢谢这个刘医生 今天让我们真的是 但是对我自己来讲 我觉得是在这个情绪治疗 这个心理的疾病方面 我真的是 扩展了我的视野 因为以前就是很不了解 这个人情绪不好 这个人很骄傲 这个人就是说很 很低声下气 或者是很忧郁这样子 不是了解他其中 很可能 他是身体的一个疾病 是精神上的一个疾病 那通过正当的治疗 我们要 真的是要用一个很同情的心 来看这些 这些朋友们 特别是家人 有这样的情形的话 我们尽可能的能够 跟专业方面的人 能够有些联系 做一个评估嘛 对不对 知道大体情绪 可以对症下药 或者是说 我们给他找到 很好的心理辅导 使他们能够 过一个 比较健康的生活 当然你提到说 运动 好像饮食这方面 我们都要保持一个 最好的状况 这些也非常重要 是 好 再次谢谢你刘医生 到我们的节目来 有机会谈 因为这方面领域非常的广阔 我们谢谢你 今天给我们带来 这宝贵的讯息 谢谢主持人 谢谢广大的观众 谢谢 谢谢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 感谢您收看本节目 我们愿神祝福您和您的一家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癌友关态 癌友关态网 提供防癌 致癌心知 关态癌友 鼓励癌友 同走抗癌道路 特殊需要关态中心 帮助需要特殊关怀之儿童 和青年 把欢笑带给他们 用心用爱关怀社区 光源社电话713-988-4724